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居住的家园 客家人的乡土菜追求原汁原味 咸香软糯 从选材到烹饪 每一步都散发着浓郁的自然气息 体现出朴实无华的人生态度 与美好温馨的家庭氛围 天刚亮 采菇人萧氏良就向大山间发了 江乐县九仙山 海拔一千五百米 山高林密 常年云雾缭绕 原始天然的生态 是适宜红菇生长的最佳环境 野生红菇是一种比较稀少的真菌 多生长于深山野林里 湿润高温的辅制层中 今年入秋以来 雨水少 红菇产量比往年大大降低 采菇变得更为艰难 一直没下雨 然后就把那个小小的 就长不大了 可能是刚死掉 去山上采一个十几个的话 我们去到人一跑得累死掉 又采不到 非常的 昨夜的雨 让红菇得到了生长的契机 在原始森林里 辗转近一个小时 萧氏良终于在一棵阔叶树下 发现了一朵红菇 这红菇差了一点 下雨天 它那个色素跑了一点 看过去没那么好看的样子 吃起来的味道都是一样的 不近的话再找一下了 应该是还有的 这边找了一个小的 平时这么大的没采的 都是留在那边的 因为今天这边也没有了 没有了 我都没打算过来 这一两天没打算过来 就把它采掉了 要不然会被小鸟吃掉 这边一个 这菇非常好 这菇 这菇口感好 它长得正是采摘的时候 一般来讲是最好的就是这种了 长得周期 刚刚好到那个时间 由于红菇的生长 对地理环境 及周边生态要求十分严格 且菌丝不能分离 至今无法人工栽培 隐藏在枯枝叶下的红菇 是其他采菇人之前掩盖的菌丝 为了保证菌丝不被破坏 能继续生长 当地村民用这种方式 默默守护着珍贵的食材 回到家 萧氏良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晒红菇 红菇不易储存 如果不及时干燥 很容易腐烂 入夜 气温下降 还没有晒干的红菇 要用碳火烘烤 山里人家家都有这种竹边的烤笼 围起碳盆保持温度 红菇放在竹面上 接受木炭慢慢烘烤 农家土法烘烤干燥的红菇 一样能不失好品相 保持原有的香气 吃的可能才烤个一两多吧 如果是晴天的话 它应该能烤个二两的样子 红菇采摘艰难 烘焙不易 价格自然可观 住校的大孙子今天要回家 奶奶才舍得用这珍贵的红菇来做菜 老人家要做的这道菜 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侠客红菇丸 相传 明代地理学家徐侠客 曾经来到江乐考察玉华洞 食宿于洞后的明台庵 夜晚 庵主特意献上一道 庵中好菜 红菇玉丸子 徐侠客使用后赞不绝口 于是侠客红菇丸 在江乐百姓的餐桌上流传下来 用紫皮山药代替玉仔 取其健脾异味 润肺止咳的功效 江乐人一年四季 都要做都要喝的就是雷茶 雷波是制作雷茶的工具 此时用它倒山药浆再好不过 山里人的家常饭往往做法简单 但也透着农家主妇的生活智慧 手握拳头一挤 勺子一刮 一个山药丸子就窜好了 撕成条状入汤 激发出红菇本身的鲜甜 氨基酸 多糖 维生素等丰富的营养物质 在炖煮中充分释放 提升汤的鲜美 一碗汤色粉红的侠客红菇丸 红菇爽脆鲜香 丸子年糯 好看 好吃 又营养丰富 将红菇剁碎 与鸡蛋一起调匀 给喂满粥碎的小孙子 蒸一碗红菇鸡蛋羹 奶奶的爱心绝不偏丝 一羹一汤都是爱的味道 我妈是在这一带的最好的人 她做的菜我爱吃 加长变化没什么来用 煮菜什么的 她煮的菜都好吃 一家人的团圆饭 平常而温馨 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们 充分利用自然的馈赠 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 看来 宝宝 嘿 我宝宝又吃饭饭了 好 大家gesch 咱请查u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不畏惧劳作的辛苦 为了能给老人们带来一餐美味 黄明丁上山下坎四处寻觅 这是一株少见的牛奶紫树 树干结实 果实饱满 入年之后这个鲠包 吃到来有年了 整个这样聊的 有年没年就没有年就有什么生 有的就是 育的有年后 吃一育的育的育 吃一育的育 育的育叫育 叫育育 叫育育 给它煮的 煮牛肉 煮鸡肉 鸭肉 现在问你怎么吃 就是牙牌 八育以后再回 黄明町决定 把这棵牛奶子树 带回家中 更好地保护起来 索取有度 用之有节 使他们能源源不断 享受到大山馈赠的秘诀 黄明町盼着朋友们到来 妻子则不慌不忙 细心清洗羊肉 上好的食材 不能有一点点瑕疵 此刻 县城的厨师们也赶到了 上好的食材 精湛的厨师 不义满满的爱心 会成就一道 怎样的美味呢 两道家 两道际 病人 您因素 病人 病人 愿意 愿意 恨 有 悦 不 完全 起 快 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邻里香情最质朴的表达 经过两个小时微制 一锅色泽油亮 肉质软而不烂的檀香羊肉 大功告成 风味堪称一绝 爱心晚餐在这些许热闹中开启 爱心厨房从爱出发 而带着爱意成就的美味 最是令人舌尖流香 心底难忘 为了给萧瑶的丈夫做一道肠胃调理汤 郭立真特意从县城赶来 跟着采药人夜乐味进山 她要找寻的是生长在山里的香青兰 六十六岁的夜乐味 常年在这山里采药 熟知山区地形 以及各种药材的生长环境 出产季节 采药人通常不走山路 而是穿行草丛 靠肉眼看 鼻子闻 嘴巴长 来识别草药 跋涉一个多小时 夜乐味带着郭立真 来到一片布满大青石的开阔地 这是种种高肉 这个是生的酒盒 这个各种药 专门就是这个酒漂亮 这个酒漂亮 在青石的宝土层上 生长着一种绿叶紫花植物 这就是郭立真寻觅的香青兰 这种是最好味的 这种是水长 这种水长最好味 这种贵的 这种肉味 香青兰生鱼干燥山地 春天长出的嫩叶 是营养丰富的野生蔬菜 秋季收取的全猪则能入药 清肺结表 凉肝止血 郭立真熬汤所需的药材 近十种 市场基本都能买到 只因眼下是香青兰全猪出产的时间 所以才不辞辛苦来山里采摘 先生烧摇的情况下 花汗会花得比较多 那我们就会去采摘这个仙青 加进这个过激草碳里面一桥 注意降火的 清热的这样子 哎呀 线线 是 线线 采了连线 要拿起来关 新鲜的草药要经过阳光曝晒 锅水去掉生色味 也便于存放 来日 这就是郭立真熬制养生汤的重要原料 到了点火烧摇的日子 郭立真一早就开始张罗 她要给丈夫熬一锅 调理肠胃 清热去火的过激草汤 过激草是多种中草药的统称 包含义母草 毛浆菌 香腾根 香青蓝等 近十种药草 在德化民间 过激草汤是传承千年的养胃药膳汤 就是按字面上来理解吧 过激过激就是我们 因为大家在容蛮的时候 没办法就是按正点吃饭 肠胃肯定是会 损害就比较大了 家里人正常都会熬一笔的过激草汤 然后给他们磕 那这样子是有助于调立堂胃 郭立真的丈夫郑震雷是陶义士 教学之余 她和同事一起建了这座小型柴肴 烧制自己和学生们的陶瓷作品 我们的陶义的表达效果 另一半的注定是在摇里边 那烧摇这手里 我们只要一点火 人都不能离开 从宋代开始 德化白瓷开始销往欧洲 明代 德化白瓷艺术达到巅峰 中国白驰名海外 德化也成为白瓷之都 摇火连绵不绝 摇功劳作不分昼夜 或许 这就是过激草汤 一直在德化民间流传的一个原因 慢火熬煮七八个小时 草药的营养彻底吸出到汤里 智慧的德化人 讲究食材调和的饮食疗法 用猪铜骨和猪小肠 与草药汤合炖 就是一锅调理肠胃的滋补药膳 趁着炖汤的功夫 用自己种的豆角做一道咸饭 这是过激草汤的标准搭配 将菜肴与主食结合在一起 制作方便 但每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配方和做法 只要能够加入饭里制作的食材 都能成为咸饭的一份子 而且味道多样 一小时后 猪铜骨和小肠熟透 草药汤便有了骨汤的香气 为了方便食用 将猪小肠捞起 剪成小段入汤 清淡又清香的过激草汤 大功告成 一天的辛劳 化作篮子里香喷喷的美味 等待餐桌上食客的检验 这是厨师既开心 又有几分忐忑的食客 哇 这都是什么汤 过激草汤 哎哟 晚上一口 来 生辣师吃饭 来了 加点米酒进去生辣师 加了这个酒 几滴米酒 加入汤中 好比中药里常用的药引子 能激发出药汤的功效 起到散气作用 而且汤味更佳 一碗过激草汤下肚 暖了肠味 也暖了心 吃完这顿饭 迎战通宵 有了底气 隔日里初遥的作品 背后也有着过激草汤的一份功劳 进入九月以后 雨水多了起来 山里总是云遮雾照 路也迷命了许多 吴善明独自进了山 去往朋友的养猪场 老乌早年在欧洲做生意 前些年回到老家 在这山里养起了黑猪 目前有两百多头 做肉斧肝三十年 吴善明对猪肉的品质好坏 颇有研究 山养的猪它养了周期场 有爬山 有跳沟 天天有更能运动一样的 它这个肌肉会更结实 肉质也更好 黑猪在山沟里自由穿行 觅食 林子里的野生植物 地里的虫子 都是它们的天然美味 良好的生态环境 带来营养丰富的出产 让明溪这个小县城 因风味独特的肉斧肝 而名声远扬 吴善明制作肉斧肝 选料极为讲究 它那个猪只能后腿肉 只能用百分之十 枕头猪一百斤的猪 只有十斤肉左右可以用 后腿它是纯斤的缩肉 这个做出来肉斧肝 就是有韧性 二十岁开始学做肉斧肝 几十年来 尽管岁月流逝 容颜见老 但它制作肉斧肝的老工艺 却始终如意 一头猪仅有的这五千克多 后腿肉 也要精细处理 去除筋膜 杂质 分切成六块 每一块收拾得干干净净 这六片肉里面 只有这一小片 最好吃的 这里面有纹路 这个割开来 每片瘦肉里面 有一点点的肉 这个烤出来的 又有油渍 又软 而且咬起来特别香 削片是制作肉斧肝 最传统的记忆之一 三十多厘米长的钢刀 挥舞起来 刀锋过处 准确切出 一片两毫米厚的肉片 中间削过去 翻开了两片 再翻过来 再削过去又翻一片 整个都连起 跟那个并魔术的 不克一样的连在一起 有最长的一米多长 那大家能怕 那个手一削 这就是养个习惯 手感 靠手感的 反复削片 翻面 一块猪肉 就变成了厚薄一致 一米多长的肉片 没有经年累月的坚持练习 绝对练不出 这样纯熟的刀工 香料的种类和配比 直接影响着肉腐肝的风味 用哪些香料 用多少 吴善明都心中有数 这是独属于它的调料秘方 我们这个是按比例的 多少斤肉多少料 如果多的话味道太重 太少的话不够味 那今天一腿肉 这些料正好 在香料中加入客家人自酿的红酒区 既可以做纯天然的食物防腐剂 又可以激发香味释放 这个如果在环境里面 整个环境都是香味 石磨是吴善明磨料的宝贝 丈夫推磨 妻子加料 夫妻俩默契配合 不紧不慢 重复这简单而又枯燥的动作 所以磨的爸爸是不强的 清甜的井水与香料混合 功夫不大 它们变成暗红色液体 从石墨底盘的缝隙中 慢慢流淌出来 黄金举召换进去 它那个酱料才会连丑 它互助在这个肉铺杆上 不容易一流走 手工编制的波及 觅食而透气 是古法腌制肉片 最适用的工具 猪肉片一层层铺开 浆料逐层浸润 码完料 等待浆料的味道渗透 制作肉斧干的工作告一段落 入味道 入味是时间带来的奇迹 要饮八个小时 从晚上饮到天亮 金烤是制作肉斧干的最后一道工序 明熙肉斧干古老的制作工艺流传了七百多年 吴善明不愿看到这门手艺消失 床下去就行 我手上已经做了三十年了 我儿子在做个三十年 在我身子做个三十年 不是就一百年了吗 那是最好的 最理想的了 今天老吴的儿子来给他打下手 闻着肉斧干味长大的吴建成 大学毕业选择回到家乡 紫城副业 从小耳濡目染的 都是父亲对这传统手艺的坚持 他对这个传统的坚持 我觉得比一般人都执着吧 我有必要去把这个传统工艺去学起来 长长的肉片在竹笼上展开 摆放有序 等待竹笼下炭火的烘烤 主要是四周围的火 如果是不会均匀的话 那个笼子抬起来转一圈就行了 带肉片铺满整个笼子 父子俩用竹席将笼子团团围笼 保住炭火的温度不向外扩散 为了保证肉片均匀受热和调料入味 烘烤到一定时候需要翻面 但对于这道工序 小屋还没有十足的把握 每个环节都很辛苦 这个的话也是需要长时间地去学习 去不断地实践才会学会的这些技巧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翻面 烘烤脱去一些水分 肉片变成酱红色 薄可透光 但仍然需要几次反复翻面 完成最后的定位 翻可出炉 好 直接咱们烤给它 这个炒皮刀 炒皮刀就可以翻面 这个炒皮刀 这个炒皮刀 这个炒 好不好 讲究的选料 高超的刀工 独特的腌制 精准的火候 将薄薄的肉片 变成了令人惊艳的舌尖美味 色泽鲜艳如鲜肉 味道香美 胜辣味 在明溪 喝茶时肉斧干 是休闲零食 喝酒时 肉斧干 就是酒洗好菜 这个很香啊 一般都没有吃 你能请客啊 当中放点点肉斧干啊 高几点 我们小时的老朋友 喝喝酒 会被我烤的肉斧干 这个日子我们就觉得很舒服了 老友为座 美味相伴 这是惬意的日常 更是辛勤劳作换来的岁月静好 一代代的客家人 就在这美好温馨的家庭氛围里 感受着亲情 感受着亲情 友情 传承着家乡智慧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